哈囉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集的尚恩 帶你上車 我是ETtoday車頂記者尚恩 主跑車線已經有8年的時間 玩車則是不長不短15年 不管什麼車我都愛玩 節目一開始 先為各位介紹今天的特別來賓 這位是有超過16年資歷的 資深汽車媒體人 ToGamesound有車賞媒體執行長 汽車談話節目的過令來賓 葉宇宙 小葉 哈囉 大家好 尚恩好 我是小葉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 是不是Toyota的這台Tom S 因為目前台灣的Tom S還沒有出來 但我們可以從國外的一些規格來看 好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這種小發財 大家的規格都非常接近 幾乎就是說好的一個公規的感覺 Tom S的話 它是搭載1.5升的四缸自然進氣引擎 最大馬力是97匹 最大扭力是13.7公斤米 當然不意外 它也是後輪驅動的設定 何泰智也講了 台灣的會有手排和自排兩種選擇 大家也都一樣 那載重的話 其實因為台灣可能有一些法規的關係 但我初估應該也是在900公斤上下 到底為什麼這部車很重要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確切知道說 到底我們現在市場上對中小發財的 這中企業主的數量有多少 但是我們為什麼會認為它很重要 是因為它的主要對手是誰 就是中華林立 你看它這麼多年來賣得這麼好 不管有沒有疫情 不管有沒有任何的負面的整個社會 有沒有什麼一些負面的消息 或是 或是經濟狀況 對啊 它就一直賣這麼好 對 而且算隨著這幾年的疫情的關係 那又再加上物流 因為這種它算是比較 物流的最後一里路 現在大家的電商都需要把貨物送到你家門口 這種車又更顯重要 所以這個市場我相信 我沒有確切數字 但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驚人 我這邊剛好有數字 就是台灣的輕型商用車 就是我們所謂的小發財 一年大概可以賣出1.8萬台 然後它佔了新車總銷量的大約4%左右 那因為你剛剛也提到這個最大對手 我們就來講講 我剛剛說一年賣1.8萬台 對不對 大家猜猜看中華林立 這個very car 一年是賣多少台 這數字是很嚇人 它在2020年的時候 一年是賣出16,367台 也就等於是這個市場 對 這是滾到旁邊 所以其實你也就不難理解 為什麼Toyota想要切入這個市場 但我很好奇是會不會有可能Toyota加入之後 其實它不只一萬八千台 有可能會往上 也是有機會啦 但是最起碼最起碼 如果我是核泰的決策者的話 我會有一種想法啦 就是這1.8萬台至少要拿一半下來 對不對 不然大張旗鼓把這個車子弄進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就是到底它的這個強勁對手 幾乎市場吃掉九成的這個very car 又是怎麼樣 很恐怖的 對 那其實我覺得從very car 我們也大概可以推得出 就是Toyota到時候要怎麼操作 對 首先是價格嘛 嗯哼 價格的話very car是 47.7萬到53.2萬 對 那這邊要講一下是說 very car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 不同的車型 超多的 而且它的規格數據 不像我們一般商車 它就是很奇怪的數字 對 或者是說什麼鐵床啊 木床啊 然後客製化 箱車啊 真的 真的是另外一個世界 對對對 那反正它的價格區間 大概是抓在這裡 沒錯 我覺得從這一點 大概也看得出來 Toyota到時候可能必須要提供 非常多的車型選擇 嗯哼 對 因為可能一般人買車 就像剛剛小葉講的 就是我們可能就選個什麼型 什麼型之類就好 可是這種商用車 它更多時候 它會需要所謂的客製化 它可能需要後斗的這種 比如說你要冷凍的 對 你要開放式的 木床的 鐵床的 對 然後你可能還要加個油壓尾門 什麼之類的 對 其實very car也很清楚啦 就是Town S年底就要來了 所以其實它在今年7月的時候 有做一個小小升級的動作 它就是推出了這個有Adas的車型 安全升級 對 就是用安全輔助的科技 而且最有趣的是舊車也可以去加裝 對 我記得好像2萬塊的樣子 對那在它這個Adas裡面呢 它就提供了這個前方碰撞警示 行人碰撞警示 車道偏移警示 車距監測警示 前車啟動警示 然後還有這個虛擬保險桿 總六個預警功能 嗯嗯 那其實這種東西它可能 說真的它應該就是透過一些外掛的雷達 或者是感測器 對對對 因為你看它這些東西 它都是說警示而已 對 它並沒有 主動介入 對 它並不會介入 對啊 但是 就是還是那句老話 有總比沒有好 對 對 那它就有這些東西提供大家去做選擇 那同時它在上一次改款的時候 這很重要 因為它在上一次改款的時候 導入了自排車型 沒錯 我也是那個時候第一次試過這台車 對 其實我以前就還蠻常開這種車的 對 因為以前在機車行的關係 常常要出去救車啊 什麼的 對 那其實這個車子 呃 大家都會想說 這種車就是手排就好啦 便宜嘛 好開嘛 然後 好不好開不知道啦 但是便宜 然後維護成本相對是比較低的 然後可能也比較省油 那可能有些人也會覺得說手排比較油耗比較好 對 可是呢 其實在上一次德利卡推出自排車型的時候 我們就有特別跟中華的人聊 他們就說其實他們這兩部車會推出自排車型都是有很多的企業主 開始反應了 對 去跟他們說 拜託一下 你這兩部車出個自排了好不好 現在會手排的新一輩的人比較少了 對對對 那找人也會比較不好找 哦 你不一定要一定要具備手排架 找可能如果有這個條件就先刷掉一半的人 對對對 那因為企業主他們都一直在反應說 這個這車真的找不到人開了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反過來講啦 找工作的人他也會先看一下你公司用什麼車 哦 對 我這個 但是這個應該是在大車那邊比較明顯 了解 大車倒是蠻明顯 因為他們有分很多派別 對對對 中國車 日本車 歐洲 歐洲還有分等級 是你開頭還是什麼什麼開頭 你是豆腐的還是娘的 對啊 這個有差 對 都會挑車子啦 所以在小車或許也有這種現象啦 這個其實就是為什麼他一定要有自排車型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說Tone S 他同時會推出自排和手排 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理解 對 那 但是我覺得這邊 中華就又有另外一個優勢存在 因為這個目前我們可能 還不曉得Tone S會不會有這樣的設定 對 就是中華Varicard他是有四輪傳動車型 沒錯 對 那大家也會想說 啊就一個商用車要四輪傳動幹嘛 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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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山上走走看 對 山上真的很多這個Varicard是四輪傳動 根本來說真的啦 山上就是中華的天下 海拔多少公尺以上 全部都中華的天下 而且中華他們其實服務很貼心 他很誇張 對 因為我們先講一個數據 好 因為應該是目前是全台灣 他們是保修據點最多的 對 我記得數字是125個 是 對啊 遍布全台灣 那這個對於商用車來說 真的很重要 對 因為你到哪邊都有地方可以修 是 而且他們又扎跟台灣市場這麼久 所以相關的零件啊 整個後勤的通路 我覺得應該是中華目前最大的優勢 那 和泰有沒有辦法 在我們不要說超過啦 但是至少能跟他 並駕齊 我覺得這一塊反而是比車輛本身的實力 我覺得重要性旗鼓相當 是 所以我覺得就是應該是 也是在Heno這邊經營有成了啦 覺得說現在已經有這個實力 可以來和這個已經稱霸很久的 四戰率將近九成的這個 中華very car來做競爭 而且畢竟荷泰多年來 他們的那種策略都是很謹慎 是 沒有在冒然的 對 我相信也是蠻精彩的 對 一定是做好的準備才敢來殺進這個市場 雖然說對啦 沒錯啦 1.8萬台裡面有1萬6千多台 都是very car 還是有一些同級的選擇 在台灣 只是說當然相對能見度沒有那麼高 對 像這個Suzuki 他就有這個Carry 那他這個Carry其實 之前台灣有賣過蠻長一段時間 沒錯 對 但中間有中斷了一陣子 那後來在2019年的11月 才重返了台灣市場 那我覺得蠻微妙的是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very car 他有很多車型選擇 對 你想要把它做成任何樣子都可以 但是Carry他只有單一鐵床車型 他是不是知道 他的他能分的市場大概是規模怎樣 我覺得有可能 而且重點是Carry他是進口車 對 他是我們那個 在這個領域當中少有的進口車 沒錯 哎呦 近身進口車 對對對 這個在商用車裡面沒有任何吸引力 那雖然說他單一鐵床車型 但他的載重也有915公斤 那還蠻好的 對 那同時他不只單一鐵床 他還只有單一手牌 哦那又刷掉了一半 對對對 就是可能想買的人就會 就是稍微會卻步這樣子 對 那而且因為其實現在商用車 這種小商車 大部分前面都會有車頭 嗯 對就是我們簡單來講 就是前輪會在人的前面 對 對 但是Carry他的前輪還是在人的下面 就是你坐在輪子上 對對對 你的腳就是你的緩衝區 不是 哈哈哈 你可以不要這麼直接 好好好 對當然這樣你說有沒有好處 有啦 就是軸距比較短 然後他可能回轉半徑相對比較小 他確實是比剛才我們兩個那台車 假的回轉半徑最小 他只有4.4 對對對 這是很明顯的差異 有時候你就是回轉轉的過去 人家就是要兩次 對對對 那所以這個是SuzukiCarry的部分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到底這個Tongress和MerryCar 會殺出什麼樣的心風邪雨 真的是很期待這齣大戲 那如果說大家對今天的節目內容 有任何問題或意見 也歡迎在留言提出來 和我們一起討論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請記得按下訂閱 這樣才可以在第一時間 收聽到我們最新的節目 那如果覺得我們內容不錯 也請Bling給我們五星好評 這會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是尚恩 我是小葉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